这几年澳大利亚不断的在恶心中国 相信很多中国人异常的反感 这个跳梁小丑 今天就和大家讲讲澳大利亚这个傻逼 为什么要恶心中国 澳大利亚全称为澳大利亚联邦 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788年至1900年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1901年殖民统治结束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澳大利亚以辞一级南方大陆 欧洲人在17世纪初叶 发现这块大陆时 误以为是一块止通南极的陆地 故取名澳大利亚 Australia即由拉丁文演变而来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 它是一个移民国家 奉行多元文化 经一半国民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 澳大利亚领土面积762万平方公里 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 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 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 全球第一的国家 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澳大利亚这几年没有少恶性中国 在澳大利亚的反华势力非常的强大 最近几年 澳大利亚不断在华为问题 香港问题 贸易问题上不断恶性中国 甚至对华人留学生发生暴力活动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背后当然是有着必然的原因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治是毫无理由的 更不会损害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的 澳大利亚经常恶心中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西方移民为主的国家 是一个亲西方的国家 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 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已经威胁到它的利益 目前澳大利亚在政治军事上依靠西方国家 但是在经济上却依靠中国 到底导向哪方 目前它还没有决定好 也就是说 现在它正处于一个迷茫期 正在掙扎之中 做着得罪中国的事 但是又不敢和中国彻底翻脸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澳大利亚一直漂浮在西方世界地图的边缘 它曾经被大英帝国认为是一个最糟糕 最不幸的垃圾场 简单的说 澳大利亚虽然亲西方 但西方国家却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 它并不是处于什么重要的战略要地 它远离各个板块 西方国家和它做贸易 也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虽然很大 但是很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的 从下面的地形图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澳大利亚存在大量的沙漠 又是一个大沙漠 而且这个地方非常的炎热 澳大利亚约70%的国土 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 不适合人类居住 能做畜牧及公众的土地 只有26万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带 澳大利亚的人口 也只要集中在东南部的沿海地带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年大英帝国占领澳大利亚以后 才把它当成一个垃圾场 主要是流氓犯人的地方 不过后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和欧洲资本为了避嫌 将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 转移到了远离战争中心的美洲 其中有一部分还转移到了澳大利亚 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繁荣 二战结束后 中国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对钢铁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从而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大家看看下面的图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 经济不断的增长 对铁矿粮食等需求大量增加 从而带动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在2013年之前 它的GDP走势图几乎和中国差不多 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异较大 澳大利亚GDP的走势 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走势是不一样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 美国发生次第危机以后 经济就没有太多增长了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澳大利亚经济走势和中国密切相关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GDP 在2013年以后不跟中国增长了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在2013年以后 中国对钢铁的需求没有太大的增长 从而对铁矿的需求也没有额外的增长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虽然经济上看上去不错 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有严重问题的 这个问题和很多能源型资源型国家是非常类似的 结构非常的单一 比如俄罗斯沙特主要依靠石油 巴西依靠农业和矿产 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一个类型 主要依靠矿石和农业最重要的铁矿石 目前世界铁矿石三巨头分别是 巴西大使河谷公司 澳大利亚碧河碧托公司和英国利托集团 而澳大利亚的碧河碧托公司 是澳大利亚的碧河和英国的碧托两家公司合并的结果 也就是说三大矿石巨头中英国人占了两家 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铁矿石市场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 年钢铁产量达到了8亿吨 占世界产量的50% 而铁矿石的价格却被英国人控制着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2008年左右 铁矿石大幅度涨价 中国钢铁企业大量亏损 这背后就有英国人的黑手 目前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主要还是来自澳大利亚 2019年中国海运铁矿石到港量中 自澳大利亚发出的有5亿吨 占总进口量的50%左右 目前铁矿的价格大概为800元每吨 5亿吨就是4000亿人民币 4000亿是什么干颜呢 澳大利亚卖矿石从中国获得4000亿人民币 它拿到钱后总要去消费吧 这个大概能带动三倍的第三产业 即服务业 大概就是1.2万亿人民币 加起来就是1.6万亿左右 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GDP 也就是大概8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有20%左右 和中国有关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中国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澳大利亚还敢这么恶心我们 澳大利亚吃中国的饭却在砸中国的锅 如果说仅仅只有这些 那么还可能不那么让人生气 让人更矛盾的是 澳大利亚和中国根本没有太多的政治矛盾 但是它却想卷入中国和美国 日本和印度之间的争端中 构建成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甚至想要到南海去绝衡 这个傻逼把中国气得呀 以至于中国不得不说出 如果你把中国当敌人 那中国就会变成敌人这样的话来 澳大利亚难道不知道和中国作对 很可能会受伤 要知道它的经济几乎控制在中国手中 只要中国加大从巴西进口铁矿时 减少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份额 减少和澳大利亚的贸易 那么澳大利亚经济将会很难受 它当然没有那么傻逼 它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自己 它巴不得中国和美国 日本 印度 以及东南亚国家打起来 只要亚洲地区在发生战争 那么作为亚洲边缘地带的澳大利亚 就是最好的避风港湾 即使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也没有把战火烧到澳大利亚 那地方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 澳大利亚的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 注定了它就像美国一样 希望世界大乱 美国巴不得欧洲再来一次大战 日本也巴不得朝鲜半岛打起来一样 澳大利亚则希望亚洲国家打起来 只有那样 大量资本就会再次转移到他们国家 就可以持续地维持他们的繁荣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 将会极大的带动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 而且这种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在中国的周边没有任何国家 或者说即使所有国家和其活了 也依旧不是中国的对手 更何况他们并没有非要和中国作对的理由 那只会让自己更受伤 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中 从高密集低技术含量的中低端制造 向中高端制造转变 而随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从住房 桥梁 道路建筑等方面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其他国家 中国对钢体的需求量 将不再像几十年前那么庞大 不久的将来 中国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铁矿石资源 就可以足够自己 一旦中国大幅度减少铁矿石的进口 或者加大从巴西铁矿石的进口 那么将会对澳大利亚经济形成重大打击 但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无论是出口到美国或欧洲 都将承受高昂的运输成本 在美洲 澳大利亚无法与巴西竞争 在欧洲 澳大利亚无法与俄罗斯竞争 2016年 中国已经加大了 从巴西购买铁矿石的份额 自巴西发出的有2.0厘吨 占20% 较上年增长12.7% 增幅明显 而在今年的9月18日 巴西矿业集团淡水河谷公司 就至少30艘超大型矿沙船 与7家海运公司 签署了长期包运合同 其中 中国工商金融租赁 和中国矿运 获得20年至25年的长期包运合同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 澳大利亚为何组合中国作对了吧 澳大利亚政治上返华 是因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经济领域 影响力不断增强 对澳大利亚政治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军事上返华是因为 澳大利亚远离各大洲的地理位置 他希望临近的亚洲发生动乱 这样能够让资本到澳大利亚避险 从而保证澳大利亚的长久繁华 最后 可以肯定的说 在不久的将来 当中国大幅度减少从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进口 或者澳大利亚的矿石资源急剧减少 那么澳大利亚 才会再次被世界遗忘 回归到垃圾场的位置 这是由他的人口结构 经济结构 更重要的是由他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这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 澳大利亚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如果他继续和中国作对 那么中国一定会加速收拾他的速度 加大收拾他的幅度 最终倒霉的一定是他自己 再次回到澳大利亚